Wheat & цу...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甫昌 中国四川省今年4月才发生亚安大地震 前一阵子的强降雨也让中国饱受天灾之苦 而甘肃省最近又传出瑞士规模6.6的强震 真是迫不担心 而在欧洲也因为气候变迁 加上温室效应 让许多欧洲大城市受到热浪的侵袭 气温都标破了历史记录 英国更有上百位人被热死 虽然英国有不幸的消息 但是凯特王妃顺利产下小王子 让英国举国欢等 凯特王妃将亲自抚养王子长大 多数民众都表示支持 另外英国的准妈妈们也兴起了胎教风潮 让小宝宝能够引在起爆点上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了解甘肃大地震的灾情 中国甘肃省明县发生了瑞士规模6.6的地震 震源深度只有20公里 属于浅沉地震 造成至少94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灾区电力中断一半 这次镇央在甘肃明县 刚好是在地层断裂带上 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地震多发地区 曾经发生瑞士规模8.0的强震 根据中国所发布的消息 地震之后当地还发生了562次余震 其中最强烈的一次还达到瑞士规模5.6 让民众惊慌不已 而灾区的房屋大多是土房 因此大量的泥石流冲毁了数万栋的房屋 导致58万2千人受灾 中国政府已经紧急派出解放军 武警和医疗人员赶往灾区救援 而甘肃省省政府也紧急拨款500万人民币 并调度大量的帐篷棉被饮用水 以发放给受灾的民众 中国去向单位预测 甘肃明县入业之后 很有可能会下暴雨 因此民众应该要严防土石冲刷 以免再度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映入眼帘竟是断源残壁 救援人员从瓦砾堆中 找到了一名生还者 气弱油丝 步伐 站都站不稳 灾区设立了临时露天医院 受伤居民各个显得惊魂未定 中国甘肃的闽县张县交界 22号发生规模6.6地震 灾后的第一个夜晚 无家可归的灾民只能聚集在户外 升起炉火取暖 吃泡面和瓶装水果腹 他们现在就是把稻草铺在地上 然后上边铺上一些纸壳和木板 进行一个防潮 他们从倒塌的房屋里边 抢出了一些被褥盖在身上 地震造成超过12万人受灾 死亡受伤人数持续增加 重灾区多条道路中断 有些完全无法通行 让救援 医疗和民生物资补给更加艰难 目前通讯恢复正常 但仍然有五成用户持续断电 根据甘肃气象局预报 24号下午到25号 地震灾区将会出现较大降雨 22号到24号上午是救援的黄金时期 已经派出将近3000人 分秒必争 抢救掩埋在废墟里头的生命 灾区人心惶惶 开始有人联想 这次甘肃地震是否是汶川和庐山强震的余震 中国地震预报部主任刘洁表示 南北地震带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 就进入了活跃期 但是汶川和庐山地区是龙门山断层带 和这次甘肃地震的镇央 两者属于不同的断层带 因此并不是四川大地震的余震 只能说汶川地震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引发了南北地震带中不同断层带的调整运动 也让这些断层带趋于不稳定 这次地震规模6.6却引发严重死伤 专家指出是受到地震的震度影响 一般地震规模分级是计算地震的能量 而所谓震度是计算地表上某一点的摇晃强度 这次镇央的震度高达8级 足以对房屋造成强大破坏 加上灾区是偏远落后的农村 房屋结构普遍不耐震 最近已经连续下雨一个多月 让房屋更加脆弱 导致地震来袭 大规模倒塌 伤亡攀升 在地震发生后 当地至少又出现422次的余震 专家预警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余震会较为频繁 也可能会出现规模5以上的强余震 中国发生了强烈地震 而欧洲则是有热浪灾情 这个夏天 北半球都快烧起来了 有许多高维度国家遭到热浪的侵袭 例如 俄罗斯上个月的气温 竟然高达37度 并且引发了森林大火 美国纽约高温38度 让纽约克热到受不了 而欧洲国家也面临高温 意大利今年入夏以来 热浪一波波 纬度和日本北海道南端 差不多的罗马 高温达到40度 造成1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农业损失高达10亿欧元 而7月至今 英国更传出了760人被热食的消失 令人震惊 法国巴黎也测出33度高温 巴黎人在阳光下难以久留 过去欧洲7月的平均温度 大约是20度左右 近年来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 年年创下高温的纪录 年年超过30度 让习惯温带气候的欧洲人大喊吃不消 而为了避免热出问题 欧洲各国已经展开了抗暑大作战 除了放高温价之外 英国学生还要求要穿短裤上学 罗马著名观光景点特来为喷泉前面 挤满了各地游客 洋伞 帽子 扇子都不离身 不只要补充水分 更要冲水来消暑 欧洲各地受到热让侵袭 温度持续上升 意大利气象预测 未来几天 气温可能飙到摄氏40度 游客一边想办法消暑 一边却也享受南欧的热情阳光 7月正值旅游旺季 法国游客如枝 但同样难以抵挡热浪来袭 33度的高温 让巴黎的游客 不是把脚泡在水池里 就是买冰来清凉一下 它在几个游客同样的游客 但很难游客 要趁热游客 最能感受热浪威力的 莫过于英国 从7月初开始 英国就受到高温笼罩 也是七年来 最长的连续高温 伦敦的气温飙到32度 这让为了随时更新 王室宝宝新闻 守在医院外面的媒体 还有前来分享喜悦的民众 都大喊吃不消 有的英国民众可顾不得王室宝宝降临 因为自己孩子的状况更让人担心 炽热的太阳让孩童晒上的案例大幅增加 最高温度飙迫30度 高出往年平均最高温度将近10度 专家表示通常天气严寒比天气酷热容易造成疾病恶化 热浪来袭前期700多人的死亡和高温没有直接关系 英国多数公共交通工具、办公室以及超市没有冷气 高温导致室内空气不流通 是引发健康问题的主要因素 英国媒体顶着32度的高温 在伦敦医院外面等待凯特的生产 终于有了代价 凯特顺利升下了一名3800克重的王子 他将是英国王室第三顺位继承人 身价不凡 英国举国上架 在经历长达10天的超预产期的等待后 英国王妃凯特附中的宝宝 终于在世界的关注与人民的期待中 哇哇最低 喜获林儿的卫廉王子高兴的心情难以形容 而英国王室为了迎接这个宝宝 还大约砸下4586万台币 来整修卫廉王子小时候所居住的肯兴顿宫 以等待卫廉一家人入住 而英国女王和凯曼龙首相 也对外公开宣布了这项消息 并且表达祝福之意 英国民众更是欢喜若狂 纷纷开香兵庆祝 不过到目前为止 卫廉王子夫妇还没有给小王子取名字 这让许多好奇的民众 继续在街头巷尾拆个不停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白金汉宫已经公布 小王子的头选是剑桥王子 相当帅气 预计剑桥王子的诞生 将带来音乐用品 观光旅游 经验品 以及香槟市场庞大的商机 外界引颈期盼已久 凯特王妃终于在7月22号下午4点24分 产下一名体重3800克的男婴 就如同负责的医生说的 这真是个健康可爱的小孩 同时这名男婴 也是英国王室第三顺位继承人 英国王位继承 以国王或女王的第一个孩子为优先 现在更是不分男女皆有优先权 英国王室在2011年宣布修改 西元1701年宣布的王位继承法 将男性优先继承权删除 由于当时英国推行国教 希望摆脱天主教的势力 所以王室成员一律不准与天主教徒通分 如今这项法令也因为时代变迁 在这次的修改中已并废除 英国王位继承以子嗣继承优先 再来才是手足 以这样的规则推演 王室继承的第一顺位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子查尔斯 第二顺位则是查尔斯的长子威廉王子 而威廉王子的新神宝宝则排第三 威廉王子的弟弟哈利王子则排在第四 如果继续排下去 伊丽莎白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会是第五顺位 他的孩子可以继续往下排序 白金汉宫外面挤满了人 他们都是等着目睹英国皇室星天成员时 特别的通报系统 从医院来的车子快马加鞭的 送上医生开出的证明 让王室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确认后王室工作人员 手拿着表备好的出身证明 将公告张贴在白金汉宫外面 向全世界的民众宣布这个消息 而为了因应时代变迁 王室的网站与脸书也同步更新消息 从白天狂欢到晚上 伦敦街头民众乐翻天 但是不止在英国 这个狂欢气氛也飘扬过海盗约 时报广场上招牌的跑马灯 纷纷宣布了凯特申南英的消息 一些英式餐厅 也刮出蓝色的字卡开箱并庆祝 国旗纪念碑盘 还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海报 餐厅搭上英国王世丰 庆祝未来的国王诞生 但是性别揭晓后 下一个让民众期待的 就是王子到底会叫什么名字 当年威廉王子的名字出生一周后才公布 而查尔斯王子更是拖了一个月 这位剑桥王子的名字 应该还能够让民众的期待继续发烧 凯特生产之后到底要如何养育小王子 又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 凯特将回娘家坐月子 她打算做个全职的妈妈 以母主喂养小王子 就是很合乎健康的概念 母主是大自然送给小宝宝最好的礼物 新鲜经济便利卫生 没有保存或是防腐剂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医学证实 母主含有上千种营养素 能够提供新生儿非常重要的免疫和抵抗力 是任何配方奶粉都比不上的 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 应该为母主到宝宝六个月大 但是不义母主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部分女性因为体质的关系 较容易发生乳腺堵塞 甚至乳腺炎必须开刀 尤其在妈妈重回资产之后 无法定期济染 很容易就此放弃 根据调查 英国产妇在产后一个星期 有将近五成不义母乳 但是宝宝六个月大使 就只剩下百分之一 这个比例显然是少了一点 而凯特王妃会补育母主多久 谁也说不准 宝宝一出生脱离了羊水 不再依附母亲的养分 奶水成了唯一的营养来源 到底母乳和牛乳如何抉择 哪一样对宝宝最好 � fulfill the baby's all the factors the baby's need there are more than i don't know 300 different even oligosachcharides in breast milk let alone all the other ingredients worried about the enzymes and hormones 母乳是大自然献给婴儿最好的礼物 包含上千种的营养素 具有宝宝出生后第一年成长所需的所有营养 母乳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乳糖 容易分解为葡萄糖 又能帮助钙的吸收 较不易引起过敏 常听到喝母乳的婴儿比较聪明 这是因为乳糖和脂肪酸是脑部发育的基本成分 更富含DHA 是神经发育不可或缺的元素 母乳中一些营养成分是配方奶无法复制的 像是免疫球蛋白 补体及溶菌素等 使得母乳宝宝较不易发生中耳炎 及肠胃道感染等问题 母乳中还有抗发炎和免疫调节因子 所以喝母乳的宝宝也比较不容易引发儿童期糖尿病 与癌症等疾病 补育母乳不只对宝宝好 连妈妈也受惠 医学研究显示 喂母奶的妈妈能大幅降低日后罹患乳癌 卵巢癌和糖尿病的几率 尽管好处多多 但是要当好一位母乳妈妈并不容易 等要有过人的决心与毅力 根据调查英国产妇在产后一星期 有45%哺育母乳 到了产后六周迅速掉到21% 到了宝宝六个月大就只剩下1%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 尽可能在宝宝出生后的六个月给予全母乳 如果不足也应提供配方奶 而不要给予其他食物 六个月后才开始让宝宝尝试固体的副食品 同时持续补味母乳和配方奶 直到满一岁才断奶 但是很多新手妈妈都会被周遭的亲友质疑 喂全母乳到六个月 可能造成宝宝营养不足 我认为原本是在决策上的决策 人们告诉你不同的东西 他展示了一个有趣的食物 他在我家里偷偷煮薄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会开始早点 专家表示婴儿的发展因人而异 不用非得严格照舒养 但还是建议应该等到宝宝接近六个月大 消化系统发育较完全 也具有基本的咀嚼和吞咽能力 才慢慢给予副食品 降低窒息和过敏风险 为了让小孩赢在人生的起跑点上 越来越多的父母对胎教格外重视 胎教的方式一般包括对胎儿讲话 播放音乐 甚至跟胎儿讲外国语等等 英国有一项研究指出 胚胎在形成十五周时 就已经具备了听觉能力 这个时候的胎儿不但可以听到母亲的心跳 也能对母体以外的声音产生反应 专家发现孕妇在怀孕时 自己和家人多跟肚子里面的小朋友说话 确实可以帮助小孩出生之后 更容易融入家庭与环境 而且孕妇如果能够常常对着胎儿唱歌抚摸 那就更容易建立良好的母子关系 不过专家也证实 虽然胎儿有辨识声音和音乐的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胎儿对于这些声音具有理解能力 因此有些父母希望用胎教 来让日后的小孩成为语言天才 音乐家的梦想 恐怕是难以实现 妄子成龙妄女成凤 越来越多父母趁孩子还在肚里 就郑重其事做胎教 希望下一代赢在人生起跑点 所以我认为他要开始听我们的声音 我的声音 我父母的声音 我父母的声音 胚胎行程第15周就具备听觉 此时胎儿能听见母亲心跳 也能对外界的声音产生反应 北爱尔兰进行过一项有趣试验 让妇女在怀孕期间看连续剧 孕妇产下小孩 婴儿一听到主题曲 确实会环顾四周寻找熟悉曲调 而没看过连续剧的孕妇 生下来的婴儿听到音乐 不会有特别反应 实验结果证实 婴儿在母亲体内就能识别声音 此外女性初为人母的压力 也能够借由和肚里宝宝对话得到疏解 医学案例显示 母亲怀孕期间如果紧张焦虑 会增加新生儿缺陷的风险 与未出世的孩子 游游细语 有意将来亲子互动 那么放交响乐给胎儿听 甚至带着胎儿一起去补习外语 是否真能让小孩一出生 就带有音乐语言天分呢 生理专家表示 尽管胎教对胎儿智力几乎没有影响 不过并非徒劳无功 能辨识声音 不代表胎儿能够理解听到的话 没有人一出生就是语言天才 父母想要教说话 还是得看看小孩的发育情况 小孩能不能成为语言天才或音乐家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健健康康 全球视野每天给您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